然後今天的話是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台中比較消失的一個心理故事 然後我們這個故事其實 會想要從台中的這個鐵道開始說起 我們是從2014年的時候 開始關注說台中市的就是 然後它有一些景象是在不斷的改變 所以它不斷的改變 然後我們好像也都不太關注或說也不太興趣 其實我們平常教授也是在 之前在新竹裡面搭取的 然後回來台中的這段旅程中 其實最重要會經過的地方 其實是台中火車站 這個從1917年新建好的台中第二代車站 其實已經有名將不百年歷史 它在我們在大概十來年前 在我天高中的時候 台中的鐵路正在進行高架道的工程 然後車站後面呢 這地景就是不斷的在改變 我媽說 高中的時候 我其實會走過車站旁邊的地下道 然後走到後面的車站進去 然後就會看到2022航庫 那車站對我來說是一個相互換人的地方 我會看到說車站後面 原來有這樣子一個有老的數字 老的倉庫去改變成一個一個一年的空間 然後有許多的醫師祝孫 還有許多醫生家都可以進行操作 然後就算我沒有辦法去參與到超倉庫 那樣子的一個 那很多醫生家就超過了一個場面 其實我會改變到說 其實那個空間其實是很有感覺的 因為老的東西會有生活感覺的 所以我來說是一個很新鮮的一個行業 我從來沒有想到很多地方 如果是一種相互還可以去運輸 很多鐵路的一些物產 所以可以放那樣子東西的倉庫 它居然可以變成這樣一個比較利益 所以那個時候是在看這件事情 但是到我大學之後 真的驚訝開設一間重建 鐵路高架的話 它其實是造成的說 我們這邊一整片的 有可能在一屋收招的一些土地 正在進行大規模的一些開發 他們也開始思考說 那這些舊的宿舍很長 所以它到底要開國的去存一發 那是不是要去做其他的開發 甚至蓋成行車場或大樓 對於他們本身的一些物業的觀點 是比較有利益的一個方式 台鐵一向都沒有很忠視說 他們過去那些有實驗對野產的東西 是不是很有價值 所以其實對台鐵本身的價值 也對這個城市來講很有價值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一邊開始思考說 是不是能夠為這個城市留下一些什麼東西 大家說這些地產還不一樣的改變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查詢一些資料 然後發現說 其實原來設施的設施 被禮拜連接 還就在做多一種計畫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台中在日本人在1899年的時候 開始對台中這個城市來進行一些社會 然後在1900年的時候 開始的市區改正 就是當時的物資計畫 在對於這個城市來講 這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我只是說 台中的市區改正 是全台灣第一個市區改正 也是亞洲第一個做都市計畫的地方 其實那樣子的一個非常新鮮的體驗 在從1900年的時候開始 在1900年開始的市民間 在整個台中的舊市區 從路到路 原來是一片水紋豐沛 晚上圍繞的地方 然後後來 但是那個時候是一片空 而且沒有看過人去住的地方 在那時間間 成為了一個現代化的故事 包包住的城市 現在走到的全路上 我們還當市益所操生 那東西大概是1900年代 工作的一個場 也很好從現在看到了台中火車站 其實現在過去在幾十年來 原來代理行動的這個 紀委重貫線 也是在1900年代理的時候通車 當時的台中車站 其實是 也是第一代的車站 是在1900年的時候通車 然後全線的重貫線通車 其實是在1908年的時候 當時的中貫線 其實對於台中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我有說對整個台灣來講 非常的重要 可以想像說 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要從台灣的北部 然後到南部 要花多久的時間 你要不是走路坐車車 坐馬車 你就是要走於台部 可是這都是相當的慢 所以當時的這個回到路說 其實對於這個城市來講 其實 對於台灣這個島路來講 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鐵路 坐馬線通車 我們很難想像說 我們可以在一天之內 在當時 可以從台北 一天之內到達高手 這是一個 對於當時來講 是非常純粹的經驗 同時 台中這個地方 其實也非常重要 坐馬線通車 其實是 在1900年代的時候 從北邊 從南邊 他們從 台北 新竹一帶 往南邊蓋鐵路 然後從高雄 往北邊 開通路 最後 在峰原地方 大概在峰原那個地方 然後來接軌 然後成本說 就是我們針灌線 呃 神線連通 當時 對這個島路 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對日本人 這個殖民社來講 也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這個鐵路的 建設完成之後 他們要捕捉 各式各樣 不管是出財 不管是人類 那要在島內 就是出過說 遇到高雄 遇到基隆 遇到國外區 到日本區 把一些 台灣的 一排名留言 被 他審查的這些 跟卡 還有一些 被遇出出去的方式 就是透過去 到1908年的時候 很多人從黃金國西 和正常駐達人 他們就從基隆 上海之後 那我們就駕駛在中山路 在中山路 到這個 到這個 到 呃 海洋車山下車 然後走我們 呃 或是在中山路 然後在右轉 只有 近台的公園 去參加 當時的 中冠線通車電力 我們現在在台東公園 裡面看到的這個 呃 就有 尊中山先生的這個 這個 很強的這個題目 其實就是當時 進行這個 中冠線通車電力的 舉行的會場 現在已經 附層在 當時有 大二十二的 一個 一個 同一架 也是一個 這樣 正式的 點 我們現在看到的 普京園 就是當時後 呃 舉行 中冠線通車電力 這些 參加者 他們在休息的一個地方 當時 對於 海洋車前進來講 鐵路的通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用鐵路的通車 我們可能也很想像 台中這個城市 會像現在這樣的繁榮 許多的任何的 商店街 是在 很多站的前面 尊重的設置 當時 前面任何 出站 前站的 旅馬 是一個非常繁榮 和富裕的商店街 而後站呢 是由許多漢人的士生 所經營的 許多的 呃 蘇火的 許多會社 因為鐵路的關係 所以許多 在中當頭一帶 這個蘇火 他們會藉由 台中車站的合遇 他們會藉由 像是 輪翻車這樣子的 呃 這樣 航業的鐵路 然後將南東 富豐和那一帶的 許多漢人的團體 然後運輸到 台中車站這邊來 包括說 我們現在看到了 呃 台中的定國航廠 也就在後天站的地方 因為一些 一些開發的方式 有點奇怪了 所以現在變成 一個很大的 但是在過去 但是一整片 都是當場的地方 在現在有一個維持 那富豐山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 武場 包括說像在酒場 我們現在看到 過了 如果從 後果身旦出來 過了台中路之後 我們會在 附近度的 左手邊 看到 他常在 那當時其實是一個 這樣來的 呃 也是非常重要的 製造一些 互產的一個 工廠 那 關於鐵道呢 對於這個城市來講 其實是一個 難以無別 而且重要的一個地場 不只是 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有勢的一個地場 它在聲音上 我們也會聽到 如果我們 看到有生活在 裏道邊 或至少 經過裏道邊 我們會聽到 跟其他城市 並不相同的 這樣做的 這個地場 當時 海中車站 其實是一個 非常地外的地方 在1999年代的時候 要設置海中車站 其實是一個 相當新的過程 因為台中這個地方 所謂的 有許多 河流經過這個地方 日本人覺得 這個地方很像京都 所以 他們把京都的鴨團 出過了 月三個結婚的時間 然後 跟他的情緒 和新的車道 然後 讓這個地方 整起來 非常的合併 它有一個 京都的 設計 設計 那當時 也到呢 台中車站的設置 其實設計在 這樣的一個 地外的地方 那如果是 台中車站 不一樣的水 而且又飛翅 便水 順利的下進 它使用方法 就是 把台中車站 裡面的一些 呃 土耳的步 當時 台中車站 比較會衝大 東大 東大 就是 地下 海海的 船底部 不一樣的 去花了一些 東大 的 然後去 台中 衝站 這一塊 地下 所以台中車站的 地面其實是 旁邊的路面要再高一些的 那 出了台中車站之後 往來 歷式的行程 就有 出發 那如果是列車 怎麼會像連橋飛車一樣 又開始 又要往下走 那怎麼要去 這個 因為這個鐵路是一個 是一個 鐵路線 所以 所以我們除了 因為我們坐飛車 呃 所有台中車站 也其實會看到 一個 連續的 鐵橋前關 在當時 航跟駕設的 我們現在 看到的 高價車站以外 我們現在的 一面的 黑道 其實 當時 是做了第一代的 高價車站 那 大家如果 經過台中 坐那裡 結合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呃 會有一個 大概兩三十多 高的一個 對 上面會有鐵路 會有 特別的 列車 請坐 然後 在台中 路口 會有一個 當地人 叫做 輝塔龍 在裡面 結合 輝塔龍 其實是當地人 改了 看 看到了這個 當時 故事計畫 所規劃出來的 這樣子的 第一代高價車道 去 寫出來 一個是什麼 很有趣的事情 其實是 會小樓康呢 大家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 呃 像一個隧道 像一個 這樣 像一個 別的地方 會叫做 火湯的 這樣子 一個設施 但是在 台中 這個地方 非常的不一樣 別的地方 的火湯 都是在 你要翻車 我車要翻車 在瑞魯 上出貨車一到的時候 就像是在 過了 太安的時候 過了 台南車的之後 往北 苗栗那一帶 走入這個 沿路 有時候要 要經過 這個 火車的 這個山洞 然後在 台中的 這個 九四區 他非常有趣的 為了使 當時的火車 可以 頂盛的 一路網 就可以讓他 在 讓 火車的鐵橋 不會因為 煙球 可受到中斷 又可以讓 地面的 夜車 跟 橋上 的火車 地面的 機車 跟橋上 的火車 是不會互相干擾的 所以 舊式區 其實是沒有 焦灶的 一個地方 那 透過 這樣子 當時 護士計畫 跟橋樓的設計 就有 這樣的效果 可以 做出一個 很有機運的 很有 很有趣的 所以我們 當我們經過 灰橋樓庭 下面的時候 其實你會聽到 電車衝過的時候 有一個 測試的真相 這樣 實在 聖地下 其實是在今年 大約八月的時候 應該就 會再也經歷到了 因為 鐵路高架化 不僅強化的時候 夜車都 不僅強化 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 鐵路所持人在 未來 全程規 海鐵 把 推化 有 行到 捉物館 是一樣 上面 散開 我們在 去年之後 再思考說 我們要如何 由下台 都做運到的一些 歷史研究 這個城市 其實是一個 不夠街道的 這個城市 在車站的附近 有許多 創意 有很多 複色 以及 見證的百年代 這個街道 這個城市 帶來整個發展 和過程 那這些東西 要怎麼樣 說出一個 屬於台中 自己的故事 呢 對我這個 城市 在台中 就外地 念自的 台中而言 我會看到說 其實 講到台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少 有辦法 去自我表現說 到底什麼東西 是屬於台中的 他不可能不像是 現在有一個作家 文樂香 老師 他在自己的臉書上寫說 就是 台中 好像沒有自己的早餐文化 就當然 有很多 一種的證明點 但是 他想說的事情 應該是說 什麼東西是台中 沒有 而其他地方 沒有的東西 我想 用這樣子的一個 觀點 回來看台中 這個城市 到底台中城市 有什麼東西 是 台中這個地方 才有 才看得到 才感受得到 其餘這個城市 唯一的東西 而其他的地方 沒有 這個 因為鐵道而生的 城市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可以透過一個 不同的想法 查好一下 然後去講出 這個地方的東西 同時 又能夠讓 政府部門 能夠看到說 原來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並不是只是要做 他支持的報酬 並不是只是想到 有想到的 你這麼簡單 他也可以帶來 這個城市 不同的一個發展的方式 會透過一個觀光的 一個新的經濟的 模式 做成 做成 促進這個地方的發展 那我們後來 在去年一月的時候 就像 就在網路上 開始去唱 人士的前往 然後利用 貼到整個計畫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就是為了去說明 這樣子 這個即將消失的 這個是一個例子 在鐵幕高架化的時候 不會消失的 這個公司的例子 而是想出來 去思考出來 然後希望市民朋友 可以一起來 參與 這樣的計畫 我們在去年 二月的時候 在 在中心山基地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辦了一場 鐵路 院級工作班 我們其實收集了很多 就是公司的朋友 一些意見 大家可以討論說 如果高架鐵路 完工之後 列車走到高架鐵道上面去之後 那我們這個 目前的地面的鐵道 到底可以怎麼樣去利用它 它可以發揮怎樣的效果 一個 這樣子的地面鐵道 它其實是 僅在它的景觀上有很大的特色 它是一般來說 一面的鐵道 但是在這個區域 卻是高於 長的路面 它是一個 當中第一個 鐵路的中花園 那它同時 又創建了整個舊式區 過去 我們常常在談 中區再生 中區再生 只談 火車站前面的這個區塊 我們看到說 火車站前面的這個區塊 過去剛剛講到 其實日本的商店街 其實是非常暗的地方 但是大家都 遺忘了火車站 遺忘了過去有 誰的場 誰的場 然後曾經有習慣 看著市場 住在火車站 哦啊 我們最近也在推 境外電跑 什麼的一些意思 其實都在火車站 在新生 它這個地方 在這種區域 叫新生 這個地方 去發生 其實許多的故事 都在火車站 這個地方就發生 然後說 火車站 有這樣的故事 你到底要怎麼樣 讓大家看見 舊式區的樣貌 我們是其中在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關注的 這個中區 這個地方 現在整個舊式區 過去的歷史文明 也是整個都市計畫 是規劃出來的 當時的都市計畫 並不會是跟中區 西區 東區南區 它規劃就是整個舊式區 那它包含的其實就是 後車站 後區 包括了南區的一部份 包括了西區 現在是文教區 和政商專制的一部份 所以 綠峰鐵道 這個鐵道的在這邊動向 其實就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一個 木杞牙造的產品 然後來看見說 這個城市 其實它有哪些特色的地方 它有哪些亮點的地方 有哪些控制 我們過去不知道 然後想要用一些方法 讓它可以彈解 我們其實是希望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讓這個城市 有一些更不一樣的地方 最重要的事情是 鐵路 有車站 這些我們通常 要離開這個城市 要在這個城市 才會出錯 我們都會去經過的 這樣子一個重要的節點 我們其實對這個地方 是有很多的接觸 那對於這個地方的改變 過去在做這個高價化的時候 中央政府並沒有真正 告訴我們說 這個鐵路到底未來 要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鐵路未來要長什麼樣子 我們不知道 我們這個唱體制 也是希望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可以來參加 可以來參與 為什麼是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也可以 做我們一個市的點半 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去想說 你的城市 可以去變成什麼樣的樣子 剛剛講的立功鐵道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 似乎好像出來的產業 從我們自己的生活出發 我住在後車站 我關心說 我們的生活的環境 應該要有個認同感的出現 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要知道排中自己是誰 我要知道後車站有哪個故事 它要怎麼可以發揮出來 我希望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 讓每個人都可以去想像自己的城市 那節目最後 今年8月之後 火車將不會在現在的地面廁所 地面的鐵道上行走 其實在那一幕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個各樣的排中的情況 最後我們也會希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不管是工作坊 不管是後面的一些工作方 也會希望可以去參與市政府的一些行動 然後可以讓這個用鐵道有更多人去你的想法 或是更多市民的想法 譬如說這個鐵道它的使用 它到底應該要如何去使用它 像是許多腎臟的人士 一般的公園不障礙設置 那或是說通用設計 其實做的相當不好 一個公共空間 要讓每一個人都有夠輕易的上去 輕易的去使用它 或者說去找到它 可以去利用的一個方式 一個好的工作是 你需要更多的 或者說有些專家的資訊 或是這個地方讓每個人都可以去使用 做鐵道 如果我們當然也提到 成為一個讓資金障礙者 這樣能夠寬移他們的事情 甚至就是使用他們的這樣 有夠空間 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去使用 一個鐵道 一個鐵道 一個充滿的 過去排進我們國一的地方 如果是一個有新的意義的 那樣的空間 這也是未來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然後我們今年其實也想要 民間的去調色 去紀念這個最後的生命的遺景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年七月的時候 然後辦一場高知樂舞蹈 我們會做的一夜 當時一夜光芒 還有鐵車 然後在台中山海線 然後流到一些 我們去看看說 台中這個有許多 在鐵道周邊留下 屬於老房子 好建築的一個地方 到底它現在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紀念最後一天的景色 我們在未來將不會看到 或者說我們也沒有機會 在搭乘火車的時候看到 窗外的景色會有不同的樣子 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更高 視野更猛 但是過去的景色 我們將會看到 我們將會看到 現在在慧下廣場商店 往下看台中路 直路的時候 那個景色是什麼 我們將不會有這樣做的企業 因此 我們可能也沒有好好的 在 不是在通行 不是去工作的時候 真的搭著鐵 搭著火車 我們去在台中的這個地方 活到一層 我們很少自己 出去玩 就是為了要搭火車 去看窗外的景色 其實我們很少這樣做 我們這一艘的旅程 將會定為 再見地底線 我們再見 台中的這個 過去 因為不知計畫 而是能先提到 有一些設計 這樣子的一個地底線 我們再跟它去告別 然後 來下一個總是新的開啟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 自己回去 看一看 我們的 演說考試教育 比較開啟 今天的這個頓獎 請到這邊 謝謝 謝謝